大家好 我是安哥 欢迎观看日本最新高分惊悚剧集《世王村》 本剧改编自著名漫画《狩猎》 由史上最年轻的嘎吓影帝柳乐优弥主演 本剧的基点就是日版汉尼巴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二节的内容 故事开始 驻村警察首也来到一所老屋 他的言行举止似乎不太正常 不停的喊开门 说已经知道他们吃人的秘密 可居住在里面的老人们完全不为所动 甚至还用DV拍摄了起来 既然问不出自己想要的 首演长便来到某处山洞内继续调查 在铁栏内他终于发现了什么 可这时背后一把镰刀将他带走 画面一转 主角阿川载着妻子有希与女儿真白 前往古花村 此村四面环山 景色优美 阿川是接替首演新上任的警察 到了后当地的居民非常热情 帮一家三口要住的警局整理了一遍 阿川很是感谢 表明以后会保护村子安全 晚上有希收拾东西时发现了蓝色的盒子 里面有首演留下的笔记本 听说首演的离职原因是赌博 负债累累的他最后选择失踪 但看到章片上满脸善意的首演 并不像沉迷于赌博的人 第二天一早 居民们找到了阿川 非要带他属下的村子 阿川不好拒绝 只能跟从路上 村民们都表达了友好的问候 还将种植的蔬菜送给了阿川 看来贡花村的村民们还真是热情淳朴 接下来到伐木工厂 村民介绍村里的经济全靠林业为之 尤其是品质优越的惠幕 可以说是全日本第一 从中提炼出的油香气扑鼻 据说抹在湿底上能防止腐烂 这时一个叫做后藤惠界的人找阿川 说在山上发现了一具尸体 村民们听后脸上都露出了恐慌的神情 阿川跟着一路来到后山 这里聚集了后藤家的人 从惠界口中得知 死的人是后藤家主 也是惠界的祖母 名为后藤银 三天前失踪 死在这里肯定是熊咬死的 但阿川看着残缺的尸体和断掉的手臂 认为并不是熊所为 从手臂上的牙印看 倒像是人类齿痕 哪知话还没说完 后藤家的人听后瞬间炸锅 认为阿川实在诬陷他们虐待家族 纷纷都抬起枪对着阿川 剑拔弩张之际 本来准备拔枪的阿川也只能举手投降 后藤家的人见状 也立马换了副面孔 说刚才只是在开玩笑 阿川则表示他们实在妨碍公务 并把现场情况汇报给了警察总局 汇气为了让阿川尽早融入村子 邀请他参加明天的猎雄大会 目的便是帮家主后藤银报仇 晚上妻子有戏听到后 极力反对 但阿川表示为了女儿真白 跟村子打合交情 他也只能同意 看着面无表情的真白 阿川的脑海中闪过一些不好的记忆 想要骑车出去 却发现车胎被人扎了个大铁钉 就在他怀疑之时 署长的电话打来 称尸体上的齿痕已经送去鉴定 后藤家在村里的势力庞大 希望阿川不要过度介入 并从署长的口中得知 原来阿川是因为犯了错才被调到此地 惆怅他来参加后藤家的聚会 当被问到妻子与女儿为什么没来时 阿川谎称穆斯俩去买东西 可惠气却立马戳闯了他 村里的事都在后藤家的掌控 没必要撒谎 说吧就罚了阿川满满一大杯酒 此时在家收拾的游戏 无意间发现了木头上的小字 快逃 这让游戏感到了不安 偏不巧的是 这大晚上真白又不知道跑去了哪 急忙出门寻找 原来真白是被小猫吸引到了后山的桥上 下面似乎有个人在啃食东西 看到真白后立马爬了上来 无比苍苍的脸上 一双惨白的眼球 嘴里还叼着根手指 真白看到这恐怖一幕 竟面无表情 还从兜里拿出糖果送给对方 作为交换 恐怖老头也将手指送给了真白 与此同时 游戏也在路上发现了折纸 顺着方向终于找到了真白 面对妈妈 真白还是不言不语 而阿川这边在酒精的催化下 大家的关系确实融洽了许多 惠杰猜测他是惹了麻烦才来这里工作 阿川并没有回答 这时有人喝醉发生了争吵 惠杰见状走了过去 一句绕够了没有 全场瞬间安静 看来在后腾家中 惠杰的地位还是很高的 阿川到家后 有戏告诉他目头上刻字的事 猜测是首野一家留下来的 至于女儿偷跑的事 夫妻俩早已习惯 因为真白经常到处乱跑 阿川来到女儿房间 醒来的真白送给他一盒糖果 可打开后却发现是根手指 阿川问女儿是在哪里捡到的 真白默不作声 为了不让妻子担心 只能将手指藏了起来 进行鉴定后再定 第二天猎雄大会开启 村长交代一些安全事宜 作为儿子的惠杰完全听不下去 不等老爸把话说完 就带着后腾家的人前往深山 在路上他们发现了熊的粪便 猜测熊应该就在附近 惠杰顺着巨大脚印寻了过去 阿川与惠杰的弟弟杨姐一组 在上山的途中 二人突然发现了野熊 但看到时再跑已经晚了 野熊瞬间破倒了阿川 刚要使出致命一击 就逼不远处的杨姐一枪毙命 捡回一条命的阿川 仿肆大笑 庆幸自己现在还活着 同时收到弟弟消息的惠杰 宣布猎熊大会圆满结束 村民们听到好消息后 也是无比高兴 后腾银生前掌管整了村子 这下死后终于可以安息了 山上这边 野熊被就地解剖 在胃里 他们找到了后腾银的眼镜 祷告后便开始纷纷生吃熊肉 惠杰还给了阿川一块 告诉他生吃完 后腾银就可以化作血肉 活在身体里 不好意思拒绝的阿川 随即嚼了几口便吐了 晚上 有希带着阿川回家 在车上 二人再次提到了 当年关于真白的事 阿川觉得都是自己的错 没有照顾好母女俩 现在只希望女儿能再次说话 这时医生打来电话 告诉阿川 手指已经鉴定完备 确定不是后腾银的 等具体结果出来再告诉他 看来贡花村里还藏着大量秘密 除了后腾银 这根手指又会是谁的呢 路边一名陌生女子 仅仅盯着阿川一家驶过 看秒情 不知道再想些什么 此日 阿川一家来到村里的学校 老师们很是欢迎真白的到来 可此时他们的助力 全被另一边所吸引 原来是后腾家的人 在为家族送葬 按照习俗 必须用布盖住头 不能露脸 但今天的送葬人数 有15人才对 现在却多出一个人 而此人正是昨晚出现的陌生女子 她是前景园首野的女儿小锦 她来的目的便是 调查父亲失踪的原因 小锦一脚踹到后腾银的棺材 看着里面空空如也 随即表示 死者遗体也被他们吃了 此话一出 后腾家的人怒气飙升 刚想要教训他 带头的高大男子 瞬间甩开众人 就在要触摸到小锦肚子时 慧姐挺身而出 拦下了他 让阿川带着小锦快跑 在去往车站的路上 阿川问起后腾家吃人的事 小锦说 这是一种名为石葬的传统方式 将尸体吃下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这样就能继承死者的精神与灵魂 在父亲失踪后 他就开始调查石葬 当时首野也发现了此事 最后莫名失踪肯定跟后腾家有关 本来他想着报警 但大家都认为父亲的精神不太正常 就说算了 也没有人会相信 离别时 小锦告诉阿川 一定要小心后腾家 可阿川作为警察 决定彻底调查首野失踪一事 开车来到后山 这是后腾家 明令禁止外人进入的地方 行驶半路 一棵大树突然倒塌 原来是茂泽然故意拦下阿川 告诉他 不要相信小锦说的鬼话 他们父子俩精神都不太正常 还将当时录下的视频给阿川看 画面中的首野确实情绪崩溃 但阿川不为所动 坚持继续调查 茂泽然听后便拒开大树 放阿川进去 事到如今 他们已经无权过问 一切都要由那个人来决定 茂泽然口中的那个人到底是谁 现在还不得而知 另一边 有希接真白放回回家 女人脸上出现了久违的笑容 看来真白很喜欢在学校的时光 紧接着同学家长上来搭话 听说阿川与后腾家关系不错 奉劝有希少跟后腾家的人来往 这群家伙完全就是一群野蛮人 有希听后不以为然 根本没意识到这些话的危险 此时的慧姐接到电话 得知阿川已经前往主柴 一旁的慕夫瞬间暴怒 完全不理慧姐的阻拦 执意要带人过去解决掉阿川 这时的阿川抵达主柴 他碰到了与当时首野一样的情况 无论怎么敲门 屋内的人不做回应 还拿起了DV继续拍摄 就在阿川准备硬闯时 慕夫带人赶到 警告阿川赶紧滚蛋 要不然就杀了他 本以为是随便说说 可没想到慕夫竟然直接开枪 还好阿川及时躲开 要不然今天可能就要因功殉职了 夺过枪的阿川认为对方会害怕 可哪知慕夫根本不怕死 用嘴堵住枪口 表明已经知道 阿川是因为杀人犯错才来到这里 被戳到痛楚的阿川立马还气 现场瞬间打成一团 阿川站立拉满 将所有人都放倒后 准备带回警局 审问首野的下落 这时被打的其中一个告诉阿川 对后藤家动手 那个人不会不管 准备做好受死的绝物吧 与此同时 游戏带真白回到家中 却发现屋内全是后藤家的人 他们手里拿着武器 告诉游戏 他不应该穿双拖鞋 换双鞋可能会跑得更快 另一边 手指的鉴定结果出来了 医生给阿川留言 手指的主人是失踪的首野 可这时的阿川 正在逮捕 幕府等人 没有第一时间收到消息 恰巧 躲在主宅的老人们 也纷纷跑了出来 告诉阿川 后藤家的事 应该由那个人来裁决 不想话还没说完 恐怖老头就在阿川身后突然出现 一镰刀砍到了他 紧接着便带走了阿川 看着这熟悉的镰刀 当时杀死首野的人 应该也是这恐怖老头 前面说到阿川是因为犯错 才被调到贡华村 具体发生什么事情 时间还要从六个月前说起 当时的阿川正在逮捕嫌犯 其使用的暴力手段 让女儿真白很是反感 为此特意写成小作文 在同班同学与家长面前浪夺 他称坏人也是人 请大人们不要再殴打坏人和辱骂小孩了 他们也希望能够得到温柔的对待 这番单纯的话一出 立马就得到了其他小朋友的赞同 可对于母亲 有戏来说却显得无比尴尬 这天夫妻俩正准备接真白回家 突然路过一个叫阿易的男人 他与真白似乎早就认识 二人微笑互打招呼 可阿易看到阿川时却很是害怕 瞬间选择逃跑 最后还是被阿川抓住 原来阿易正处于缓刑期间 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阿川警告他 再来找真白 后果不会再是打一顿那么简单 警局内 组长讲述最近的重点案件 有好几起都是未成年受到威胁 其中最大的嫌疑人便是阿易 因为他之前就有为所罪的前科 再加上现场的证据 凶手肯定是他 阿川得知后立马展开行动 在阿易家附近蹲守 但此时无线电传来 有一名女童进入嫌疑犯住处 阿川马上来到阿易家敲门 当听到屋内真白的声音时 阿川不再冷静 刚想强行闯入 镜头一转 回到医院病床 原来阿川受伤后昏迷 回忆起了从前 当时恐怖老头将他割伤 然后被村民送到医院 会接待人前来道歉 此事全是暴力成员所为 有的人已经投案自首 但幕府成功潜逃 现在不知去向 有希也解释到 后腾家的人来家里 主要目的是保护自己和真白 但阿川回想起被袭击的那一梦 觉得此事并非如此 为了尽快查出真相 他现在必须要逮捕那些家伙 可却发现手机不见了 村民表示就他时没有看到手机 原来此时 手机正在幕府等人手里 他们听到了医生的留言 手指是瘦野的 上面还残留人类唾液 意识到情况不妙 幕府用阿川的手机给医生发短信 称有事想见面详谈 医生没有怀疑 马上同意 另一边 回到家的阿川遇见了小锦 两人再次聊起后腾家的事 阿川表示会继续查下去 小锦见状 也将父亲手机的通话记录交给他 最后一个号码似乎是微信电话 能打通 但没人接 希望他能在上面查到有用线索 临走时还告诉阿川 整个后腾家族中会计也是不一样的 为了不让有希和真白受到伤害 阿川准备把两人送进城里待一段时间 并告诉有希 真白失踪那天剪刀的手指不属于后腾银 他怀疑被害的人是兽野 所以共化村不安全必须离开 抵达警察总部后 阿川向署长汇报了关于兽野的案件 这一切可能都跟后腾家有关 在共化村长大的署长劝告阿川 远离后腾家的人 不要再把事情照大 他会从首野的辞职信开始调查 至于以后的相关行动 阿川不能再次参与 这时医生的电话突然打到总部 要求阿川在医院见面 想谈手指的事 原来医生已经被幕府劫持 骗阿川出来 目的是想将其灭口 看着跟自己奔波的母女俩 阿川决定要等拿回手指结果 就不再插手此事 将案件交给总部处理 然而就在前去医院的路上 一辆垃圾车突然拦住去路 打开车厢后 里面正是后腾幕府 同时出现的还有他的帮凶 在猛烈的围堵下 阿川的记忆瞬间被拉回到过去 闯进房间后 无比分手的阿川开始暴走阿易 尽管他说没有对真白下手 但此时阿川根本停不进去 重重的拳头落在阿易脸上 真白用身体拦住阿川 已经知道阿易的事情 他其实是个很温柔的人 自己是主动跑过来道别的 可真白的这些话 也无不再刺激着阿易的痛点 只见他突然拿起小刀挟持了真白 警告阿川真白是他的 没人能带走 就在现场陷入僵局的时候 阿川的记忆再次回到现在 警车已被逼停 幕府带人正在围杀阿川 在强烈的火力压迫下 阿川依靠车门进行反击 他回想起当初阿易打算 拉着真白一起死 千军一发之际 阿川开枪当场射杀了阿易 真白在一旁目睹了一切 因为大受刺激 从此便不再说话 而现实中 阿川通过骄傲的枪法 成功击杀了对方 幕府见状准备过去拼命 哪知阿川直接驾驶警车冲了过来 撞倒的幕府告诉阿川 如果自己死了 他将永远找不到首尾 这一切都是自己一人所为 为了保护后腾家 自己可以做出任何事情 此时警方支援赶道带走了幕府 在幕府的主动认罪下 警察很快找到了犯罪现场 在后山挖出了残缺不全的兽业尸体 由于找到的证据不足 现在也只能将幕府一人监察归案 可阿川回想起砍伤自己 明明是个两米高的老者 就是后腾家口中的那个人 署长认为是阿川搞错了 他已经派人调查了 村里根本没有这样的人 再说后腾家的人异常团结 劝告阿川远离他们 这时 惠介带人来到现场 为死去的守野祷告 一系列的操作把阿川看懵了 惠介解释道 后腾家的人不是每个人都像幕府一样 处理完后 阿川打电话通知小锦 守野的遗体已经找到 得知真相后 小锦失声痛哭 本来还抱有一丝幻想 现在最后的希望也没了 同时署长也找到阿川 问其要不要换孤子工作 阿川想到女儿真白 希望署长给点时间考虑下 想必经过此事他也知道贡花村并不简单 但与妻子有息沟通时 夫妻俩都觉得 真白自从在贡花村上学后 状态逐渐在变好 况且女儿也真心喜欢那里 最终一家人决定回贡花村继续生活 再次回来的阿川 没事就帮村里的居民做做家务 而与后腾家没再有过接触 女儿真白也开始变得开朗 似乎一切都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可阿川时常还会想起守野的事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还是拨通了卫星电话 结果电话关机 但很快他又在通讯路上 找到了另一个号码 打过去还是无人接听 这天村里居民在小军馆聚餐 阿川一家也收到了邀请 喝多的大叔左五非常开心 他向阿川说道 贡花村老龄化问题严重 年轻人在这里很是宝贵 阿川问道 为什么后腾家的年轻人这么多 左五表示 其实贡花村与后腾家是两个村落 阿川见状上继续问道 当初守野与后腾家冲突的原因是什么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面面相去 左五说后腾家掌握着村子的经济命脉 而打工的村民们根本无法对抗后腾家 所以发现手也不正常时 他们只能假装看不见 虽然左五声力俱下 但并未从正面回答阿川的问题 据算一直持续到晚上 情绪高涨的左五当场宣布 阿川一家正式成为贡花村的一员 本以为就此能过上安逸生活 哪知这天 夫妻俩刚想亲热下 阿川却发现有人竟在窗外偷窥 出来抓人时 对方已经跑了 甚至还用红油漆在墙上写下了杀人犯 此时左五也刚脚路过 见状赶忙帮游西清理自己 阿川知道偷窥的人就是后腾家的黄毛 便开车来到伐木场 那只黄毛已经被揍得鼻青脸肿 惠戒成已经教训过他了 希望阿川能网开一面 况且他去之前 墙上的涂鸦就在 他并不清楚是谁做的 惠戒奉劝阿川 不要太相信哪些村民 他们才是一群真正的人渣 阿川观察在墓场打工的居民 当看到他们身上有红色污渍时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相信谁 而此时的左五正鬼鬼祟祟的走出阿川家 临走时还告诉游西 有什么事村民们都可以帮忙 镜头一转 小禁来到精神病院看望母亲 自从父亲失踪后 母亲也变得精神失常 但在贡花村的事他还记得 嘴里不断喊着快逃 看来木头上的快逃两个字 应该就是母亲客的 可让他害怕的是后腾家的人还是村民呢 从现在来看 村民们似乎不像表面那么淳朴热情 左五趁着刚才帮忙的时候 已经在阿川家装好了窃听器 还专门设置了地点 全天无四角进行监控 回到家的阿川赶忙建立起了围栏 左五突然出现 劝告阿川不要这么做 居民的人际关系都是建立在彼此信赖上 他们还没来多久 更要展现出对居民的信任才行 略带威胁的话让阿川很不爽 随口说了句烦死了 没成想左五瞬间变脸 不说话便离开了 隔天阿川在村里巡逻 村民们都仿佛换了一副面孔 对阿川挨打不理 嘴里还嘟囔着 大家是不对的 原来是左五跟村民说 昨天只是给阿川提了一点建议 就被他揪住一领骂了一顿 回到家后 有希正准备带着真白去跟左五道歉 看来母女俩同样受到了排挤 夫妻俩正因此事发生争吵时 左五再次突然出现 劝解二人不要打架 可阿川却说道 为什么你能每次都在合适的时机出现 难道是在我家装了监控吗 左五脸色展开 阿川害怕母女再受排挤 便又换了一种口气拘功道歉 左五见状没再继续追究 而是告诉阿川 明天村子将为凤诈祭做准备 这是一年一度的重大祭典 希望阿川一家也能来参加 第二天 阿川带着家人前来帮忙 村民们再次热情问候 还拿昨晚夫妻吵架的事开玩笑 阿川刚坐下 手机就响了起来 发现是那个卫星电话后 立马来到了无人角落接听 对方已经知道阿川的身份 告诉他想要知道首野的事 明天独自来到约定地点见面 隔天阿川就来到了一座废弃建筑 在这里他们如约见了面 对方此时还无法信任阿川 坚持在玻璃房内 以前的首野愿意相信他 但最后还是被吃掉了 对于贡花村而言 他是一个不被允许的存在 而他的身体更是 村里人想要隐藏的真相 说吧便拿开面具 阿川看着残缺不全的脸 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个男人曾经被啃食过 他就是贡花村食人的证据 故事发生在18年前的祭典上 啃食他的人有着巨大身影 关键时刻 母亲出现救走了他 从那以后 母子俩远离贡花村 过上了隐性埋名的生活 面具人猜测 村子里刻意在制造没户籍的人 为了救世能方便啃食 他之前协助寿野调查 就是想要知道18年前的真相 马上又要举办庆典了 这样的诗很可能再次出现 村子里 左午正带人练习着祭典的节目 阿川赶到后 为了不让其他人怀疑 谎称是处理公务才会迟到 但左午并不相信 就在双方互不相让时 一名陌生男子突然出现 村民们都对他毕恭毕敬 称呼他为宗敬先生 这次祭典便是由他主持 宗敬把阿川带到五人角落 直接劝说阿川最好离开村子 再这样下去 只会步入首眼的后尘 龚华村非常排斥外人 村民们会将多有的规矩 强加到外来者身上 几百年前 祭典会用活人作为献祭 因为村子里的土壤不适合农业 明面上说是献祭给神明 背地里就是为了杀掉小孩 减少喂养人数 至于最后是不是被吃掉了 想必二人都心知肚明 此时昨午找到他们 看表情似乎有些不太高兴 警告阿川不要在私底下搞小动作 毕竟贡花村是藏不住秘密的 隔天有心接真白放学回家 到家后发现屋子里乱成一团 原来是阿川怀疑有人在家里装了窃听器 可找遍了所有地方还是一无所获 此时面具男发了一段信 约阿川见面 聊聊手也被杀的事 晚上村民们在小酒馆聚餐 阿川以上次所谓的借口偷偷来到约会地点 可见面时却发现对方不是面具男 男人叫宇多田是名记者 曾经协助过寿野 之所以能来见面 是因为他和面具男都选择相信阿川 宇多田对食人习俗很感兴趣 曾通过面具男认识了寿野 他们一直都在调查村子里吃人的证据 宫华村有的小孩没有户籍 专门是为了被吃而生下 起初他们只是怀疑 直到寿野被杀害后可以确定 纪念当天 献起的小孩就藏在村子里的某处 当时寿野必然是发现了孩子的踪迹 才招来杀身之祸 而最后给寿野打电话的人并不是面具男 孩子的信息肯定是这个人提供的 不排除村子里有告密者 毕竟宫华村与世隔绝 外人几乎不可能知道 酒馆里 一名陌生女子接近真白 夸她漂亮的同时 还将她抱进怀里 当有希出现时 对方赶忙放开真白 不停的道歉 左五见状赶来解释 他是自己的女儿加奈子 三年前因孩子胎死腹中 才导致现在有些精神不太正常 但此时加奈子大声喊道 自己的孩子还活着 明明生下来的时候还在动 最后却被后腾银带走 左五害怕女儿引发祸端 赶忙带离了酒馆 阿川赶回来后 村民们已经陆续回家 有希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了阿川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奈子强调 自己死去的孩子是被后腾银带走的 隔天阿川来到左五家查看具体情况 无论怎么敲门 左五就是拒绝见面 临走时 发现站在窗子前的加奈子 刚想上前问话 结果又被左五拖走了 另一边 后腾家的人正在祭拜后腾银 今年的几点上 慧姐会正式接替后腾银 成为后腾家的新一代家主 失望的阿川回到家后 劝说有些出面帮忙找加奈子谈谈 自己则给宗晋打电话要求见面 阿川想知道 为什么村民不愿意跟后腾家扯上关系 原来很久以前 后腾家是村子里的大地主 村民们想要不挨饿 只能租建后腾家的地讨生活 从那时起 人们就惧怕后腾家 直到现在这个传统依然延续着 几年前 有的女村民与后腾银发生冲突 趁后腾银抢走他们的孩子 毕竟她是村里唯一的产坡 负责接生村里的所有小孩 如果她要动手脚 那可太容易了 与此同时 有希也找到家内子 想要帮阿川问出当年发生的事 突然一群小孩出现 让家内子很着火 村民们明知道 他看到小孩会很痛苦 还偏偏故意这么做 听到这 有希借记表明了意 询问当年发生的详细情况 并表示阿川非常可靠 一定会帮他查出真相 可家内子还是不愿意透露任何细节 同一时间 后腾家的人在后山举行着仪式 而恐怖老头正吃着他们供奉的生肉 此人到底是谁 先记得孩子跟他是否有关 随着剧情的推进 也在逐渐揭开面纱 深夜 家内子冒着大雨找到阿川 他是趁着左午喝醉偷跑出来的 看来白天 有希的话还是触动了他 二人来到村外交谈 家内子回忆当天生产的事 孩子刚出生时 后腾银就说孩子没了呼吸 但他明明看见了孩子还活着 尤其后腾银暴走时 脸上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这时有希打来电话说 昨午已经带人来找了 看到阿川回来后 其中的胡自然上来揪住阿川的头发 刚想教训就被阿川反手制服在地 当着他们的面 阿川直接坦白 正在调查后腾家的事 村民们一听是后腾家 也不再说话 灰头土脸的走了 胡自然被打后 独自来到后腾家 建议他们杀了阿川 惠介听后也举起了枪 看来这场战争是避免不了了 白天惠介邀请阿川一起去打猎 阿川犹豫再三 还是选择同意 进入深山后 惠介问阿川 为何一直揪着后腾家不放 阿川也毫不忌讳 后腾家这么怕被查 难道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惠介听后直接举枪 扣动反击 射杀阿川身后的小鹿 随后说道 不管是什么动物 只要是幼小的肉就很美味 说吧便准备剥皮生吃 而二人发生的一切 都被身后的一个胖男人 偷偷的监视着 天黑后 他与帽子男会合 将发生的事告诉了对方 帽子男表示 既然会见没有杀阿川 那这种肮脏的事 就要交给他们 阿川回家后 看到了冰箱里的蛋糕 这才想起来 今天是真白的生日 可此时 从有戏嘴里得知 真白不见了 二人急忙出去寻找 左五知道后 也带来村民帮忙 可阿川却认为 左五与此事有关 毕竟昨天还闹过矛盾 但左五觉得阿川白天去打猎 才导致真白走丢 此话一出 让阿川发现了端倪 打猎的事 他是怎么知道的 就算看到阿川出去 又怎么能明确知道去打猎 左五被问的无缘一对 阿川见状表明太多 拱华村的人 他全都不信 双方吵得不可开交时 加内子已经找到真白 原来他只是跑出去 跟同学玩了 左五收到消息后 嘲讽阿川 说他刚才的样子 很像前警员首野 父亲两人回到家后 有戏揭穿了阿川说的话 说是为了母女俩 在调查后腾家 其实是自己乐在其中罢了 如果真的害怕他们出事 一家人离开村子就好了 阿川面对妻子 质问竟无话可说 隔天医生找到阿川 说起前阵子一件很重要的事 首野带着后腾尹找他看病 当时的后腾尹 已经病入膏肓 除了无法自主行走外 手脚都在发抖 他的病症与骷髅病很相似 这是一种食人族部落才会有的传染病 而寿爷与后腾家发生争执 就是因为后腾尹去看病 他们并不想让外人知道这种病 医生还调查出后腾家还有一个人有这个病 此人没有户籍 按照现在的领算应该有75岁 但这种致死疾病 除非他病毒发生变异 要不然不可能还活着 看来医生所说的此人应该就是恐怖老头 晚上村民们进行了最后一次祭典菜牌 燃烧的稻草人偶显得格外阴森 宗敬告诉阿川 这种人偶叫做贡花 在祭典当天会同时燃烧七个 以前人们都会用活人献祭 虽然村子里人都将这个传统继承了下来 但其实跟诅咒没什么区别 此时阿川看到一位孕妇 这让他想起来到贡花村后 所有人和事都与食人有关 看似欢乐的祭典 似乎隐藏着更为恐怖的秘密 深夜灰烧家带着弟弟来到山洞 他跟弟弟说 这里的事绝不能说出去 就连后腾家也只有一部分人知道 原来山洞里关的全是孩子 他们作用便是在祭典当天献祭 此后杨介将负责这里的工作 到时他们都将会陷进那个人 阿川这边 他决定带着母女离开村子 可行驶了很久 最终在一个地方打转 原来是有辆车一直在跟踪他们 阿川费了老劲才将对方甩开 男子跟踪事外后 赶紧联系了帽子男 看来后腾家的人已经对阿川动手 而此时脱险的阿川 也将母子俩托付给了信任的同事 自己则不顾有些反对 坚持要回到贡花村继续调查 他不忍心小孩子作为祭品牺牲 所以他这次势必要找出真相 茂子男找到惠介 认为杨介当时跟手也关系很好 现在他知道了煽动你的一切 希望家族里不会出现第二个叛徒 惠介随即表示 他对弟弟很信任 如果他泄密自己会出手 第二天 那封机如实举办 村民们都在为这次大会做了准备 而惠介此时接到了小锦的电话 小锦称 他现在怀上了惠介的孩子 可话没说完 茂子男就走了过来 惠介只能匆匆挂断电话 今天是他成为后腾家主的日子 按照惯例 家族的所有人都要拍张合影 回想起之前纪典上后腾人的话 他表示后腾家的人才是人类 其他的村民只不过是惠动的肉罢了 如果家族中出现叛徒 那结果只有死路一条 对于奶奶的这些话 杨介并不赞同 昨天 他不停帮小孩洗了澡 剪了头发 还脱下了面罩 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在杨介眼里 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 阿川赶回村子后 第一时间来到了后腾主宅 茂子男突然在背后出现 阿川面对这个比自己撞一圈的男人 无法款手 只能背斗挨打 情急之下 阿川表示后腾家有人泄密给他 说祭典上会献祭小孩 茂子男逼问叛徒的名字 可和阿川就是死活不说 茂子男情绪逐渐失控 沙包大的拳头重重落在阿川脸上 昏迷的阿川被带到后腾家 等醒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被绑 周围都是后腾家的人 阿川向慧借表明 他已经知道那些孩子活着 如果把孩子全放了 他会想办法把一切罪行都推给后腾银 到时参与的人也会从轻量刑 这样大家都能得到满意结果 后腾家的人听后傍怒 将阿川踹走在地 阿川借着地上的石头 一边语言刺激一边悄悄割断绳子 等对方再次动手时 阿川抓着机会将其劫持 警告众人如果自己死了 那警方会进行全面调查 就当场面陷入将军时 警局署长突然出现 原来是村长报的警 说有人私闯后腾家民宅 署长命令阿川放下武器 然后向后腾家的人表示道歉 虽然阿川非法入侵了 但人你们也打了 此事就当一笔勾销 会借见人被带走后有些气不过 父亲劝说祭点在祭 身为组长应该以大局为重 在车上阿川沉默不语 署长看出了他的心思 解释道自己虽然在贡华村长大 但并不会包庇后腾家 到时阿川擅自行动 破坏了整个计划 等到了警局 阿川自然会明白他的用心 原来署长集结了五名优秀刑警 一直在暗中调查后腾家的事 当时首也曾上报过此事 但署长认为只是他的幻想 所以对于首也的死亡 他认为自己应该负起责任 其中一个怀孕的女九说道 首也遗体上残留着树道齿痕 这些无不例外都出自同一人 可目前还没有查出此人的身份 阿川断定应该就是后腾家那个人 但按照现存的族谱查到 后腾家并没有这样的人 村长后腾卿入坠后成为养子 由于没有血缘 继承不了族长 倒是后腾尹 有个女儿叫做后腾兰 听说在18年前失踪了 阿川猜测 当年应该就是这位后腾兰 在祭典上救走了面具男 至于每年祭典上献祭的小孩 他已经派人去查藏身地点了 另一边 杨介为孩子穿好衣服 打算把他们送出村外 可没想到 此时帽子男赶到 他之前就不相信杨介 再加上阿川说家族中有内鬼 这让帽子男深信杨介就是告密者 将其痛打一顿后 把他锁了起来 看来阿川的套路已经生效 他当时故意骗帽子男说有内鬼 就是为了让他去煽动调查事实 这时再让宇多田跟踪帽子男 就能知道关押孩子的准确地点 计划果然成功 看着手机里发来的地址 署上下令 明天趁着举行祭典 全村人都在神社聚集 到时去救孩子应该是最佳时机 部署完工作 怀孕女警负责保护有希母女 可这时一位自称刑警课的同事叫住了她 按照上级指示 她会负责送女警去有希藏身住住 女警没有怀疑 还直接把地址告诉了她 阿川给面具男打了电话 称孩子地点现在已经确定 警方也准备开始行动 你和母亲不用再躲藏了 只要你出来作证 贡花村的事就能很快得到解决 面具男看了看母亲表示 只要母亲愿意跟他一起走 他就会把所有知道的事情都告诉警方 关门电话 面具男找到母亲 二人并没有血缘关系 当时女人在祭典上救走了她 而此人正是18年前失踪的后藤兰 当时她生下会劫后 母亲后藤颖就抢走了抚养权 从此母子二人就变得愈发疏远 在祭典当天 小时候的面具男正被绑在祭坛上 而现阶的对象就是后藤家的那个人 在旁边目睹一切的后藤兰 因为缺少母子的亲情 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的事 她鼓起勇气动手解救了面具男 可最后还是被后藤兰抓住 就在准备亲自动手时 惠介突然出现 用自己作为条件 放走母亲 如果母亲将这里的事泄露给其他人 那惠介也会自杀 后藤兰没有办法 只能放后藤兰离开 考虑到儿子的安危 这些年后藤兰一直没有说出实情 而得知真相的面具男为了母亲 也彻底放弃了出庭作证的想法 另一边 后藤兰家正在庆祝惠介成为新当家 可帽子兰却一脸不高兴 他还在为谁是叛徒的事儿而发愁 甚至当着惠介的面怀疑后藤兰 被冒犯的惠介自然忍不了 就在双方动手时 被胖男人及时拦下 看样子 惠介还是非常重视母亲的 深夜宗敬约惠介出来见面 希望二人能够共同改变 故化村的一切 现在老一辈都死了 倒不如放走那些孩子 惠介听不下去 转身就走 宗敬突然举枪威胁 但发抖的样子 一看就知道不会用枪 眼界威胁失效 尊敬逼问惠介 为什么非要这么做 惠介只能回答 他有自己的理由 从这里可以看出 后藤兰虽然死了 但他的精神一直延续着 惠介为了保护母亲 并不愿意与家族对抗 此时 阿川打了电话给又西 既然现在证据不足 无法将后藤家吃人的事儿 真相大白 他决定自己回去调查此事 警局内 眼竟然目睹了阿川的独自离去 他并没有出面阻拦 反而告诉警长 如果阿川遇害 警方也能正面介入此事 与此同时 女警和二人抵达母女俩住处 另一名刑警突然开口 他的真实姓名叫后藤 随后便开枪杀了女警 同一时间 阿川回到贡华村后 按照宇多田给的地址 找到山洞 可里面的孩子已经不知去向 就在后悔没早来时 身后的恐怖老头再次出现 以上就是世盲村 第一季的全部内容 根据原著漫画来看 第二季将会彻底揭开 后藤家延续百年的痴神真相 到底事情会如何发展 希望第二季能与我们尽早见面 还请大家关注安哥 敬请期待